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乐斯澳门活动造型 港媒娜评再次上热搜 粉丝呼吁维护女性权利 花哥之前不是吐槽过赵乐斯在澳门活动上造型太没人啊 没想到时隔几天 这事居然还能迎来后续 港媒也报道了当天赵乐斯的装扮 延续了以往的嘴毒风格 大写的惨不忍睹 还带有一些侮辱的词语 此事很快冲上热搜 目前相关话题下 赵乐斯的粉丝正在积极控屏 并且引导不少大V一起下场 集体呼吁拒绝弹负羞辱 应该girls help girls 这不仅仅是为赵乐斯一个人发声 更是在为女性发声 立志要维护女性权益 民不平就民不平 这扯到其就过分了 不少网友觉得赵乐斯是大明星 随随便便一部戏就日入百万 怎么看都不是我们普通人 需要声援的普通女性 况且赵乐斯也没什么资格说维护女性权益 当初他在片场直接对吴磊破口大骂MLGB 张口就是侮辱对方女性长辈 就这还是吴磊和他之间没什么矛盾的前提下 还曾爆出七零女工作人员的见闻 他们家粉丝更不用提了 日常辱骂别的女明星 也是什么脏话都说得出来 丝毫不留情面 怎么现在出事了 就开始以自己的女性身份为遮掩 将自己放在弱势地位博同情 女权这口饭未免有点太好吃了吧 什么便宜都想占 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在这次活动中 赵乐斯的造型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让人看到了他不同寻常的一面 虽然有网友认为这种造型 可能是活动主办方特意安排的服装 但也有人猜测他可能得罪了造型师 才会选择这样大胆的打扮 无论背后的原因如何 赵乐斯的这次造型都展现了 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敢于突破传统的态度 让人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赵乐斯敢于尝试展现个性魅力 赵乐斯作为一名年轻演员 一直备受瞩目 他不断尝试各种不同的造型和风格 展现出他对时尚和美的独特见解 这次在澳门活动中 他选择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装扮 展现了他大胆 敢于尝试新事物的一面 尽管有人对他的风格提出了嘲讽和质疑 但这并没有影响赵乐斯展现出的自信和从容 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 敢于在众人面前展现最真实的自己 这种勇气和坚持无疑会给他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认可 在现如今的娱乐圈 明星们的形象塑造备受关注 赵乐斯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华逐渐斩入头角 成为备受中捧的新生代艺人 他选择这样大胆的造型 不仅仅是一场时尚的尝试 更是对个性和自我表达的展示 他的感为人先 不拘一格的特质 使他在众多明星中脱颖而出 这种与众不同的风格 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但却让赵乐斯在追求个性化带路上 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赵乐斯展现出的勇气和独特魅力 备受认可 赵乐斯的一贯造型清新可爱 在这次澳门活动中选择大胆的风格 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无论是粉色抹胸上衣搭配短裙 还是复古波浪卷发加上烟熏 妆都展现出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审美眼光 尽管这种风格可能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和喜爱 但赵乐斯的勇于尝试和敢于表达 却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能够坚持自我 敢于突破 展现出独特魅力的明星 必然备受尊敬和忠捧 赵乐斯的这次造型或许并非完美 但却展现了他个性的一面 让人看到了他敢为人心的勇气和独特魅力 在终求完美的今天 敢于展现真实和独特的一面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赵乐斯的这次造型选择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表达 更是对自我个性的坚持和展示 正是这种敢于不同 敢于尝试的精神 让他与众不同 备受关注和认可 尤其是赵乐斯的团队 属于圈内属一属二会炒作的 光是暗抽抽带节奏 蹭女权主义话题 挑拨男女对立的炒作方式 他的团队不知道用过多少次了 远的不提 就说过年送媒体人员礼盒 专门在其中放女性用品一事 当时就有男工作人员 和路人觉得此举不太合适 结果直接被赵乐斯粉丝上纲上线 非说质疑此事的网友是在歧视女性 因为自己心赞所以才看什么都脏 赵乐斯送女性用品是在打破界地 为女性争取自由 这价值观善的 就差给赵乐斯原地立杯了 说白了 赵乐斯有这么一帮营销工作人员 可真是他的福气 时时刻刻把握圈内风向 该炒CP内男的时候为男 该为女的时候为女 主打一个灵活标准 当之无愧的圈内墙头草啊 这次的事情也不例外 同样是一次炒作 至于为什么时隔一个星期之后 又突然上了热搜呢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赵乐斯上次的装容造型 实在是太丑了 别说阴线当红女星了 18线小网红也不至于这么打扮 直接影响了他在时尚圈的商务 本来几个谈好的商务活动都因此泡汤了 所以他才急了 想出这么一招转移话题 将对他造型的关注点 移到他本人身上 只要对赵乐斯装容不满 那就是如女 应女 而赵乐斯只是一个生活在审美霸凌下 被亲临的无辜弱女子 薄衣点同情分 具体有没有效果呢 很难评 确实 对人的评价要用词恰当 侮辱词汇是不可取的 但明星也不能太过分了 虽然审美因人而异 但基本的美丑还是分得清的 而且赵乐斯那次的造型就是不好看 总不能不允许大家吐槽了吧 您是避开审美霸凌了 却是禁忆在剥夺大家言论自由的前提下 真是高贵的208W啊 另外 粉丝不要太溺爱了 你睁大眼睛 用进你前半生禁忆的审美观看一看 赵乐斯的这个造型真的漂亮吗 到了赵乐斯这个地位 身边听到的都是赞誉 他的自信心早就爆棚了 适当的批评并不会伤害到他那脆弱的心脏 就算受到了心理创伤 他还有钱可以弥补 你们这般为他摇钱呐喊的粉丝 能得到什么呢 自己想想吧